體育變速團隊現在搭上的是 美國的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 直擊2024環態軍演 Ringpack大主角 美國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 一進到機庫內 就能聞到美軍的肌肉味 映入眼簾的是 E2預警機 EA-18電戰機 還有特別給航艦搭載的F-35C KH最大的特徵就是 它的機翼是可以折疊起來的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在航空母艦上 所有的位置都是相當的寶貴的 第五代逆宗戰機F-35 具逆宗外觀還有尖端的電子設備 用來蒐集情報還有空中纏鬥 不過要把戰機快速運上航艦甲板 得靠這東西 要如何快速的把戰機 從底下的機庫運輸到 我們飛行甲板的位置 在航空母艦上面 就有這樣子四個的升降機 而一個升降機 單次上來就可以運輸兩架戰機 甲板上擺放F-35和F-18EF 超級大黃蜂 全長333公尺 宛如一座大型海上機場 約有三個足球場這麼大 要出任務 甲板上的彈射器 就會把戰機彈射出去 返航降落透過機腹攔截鉤 抓住攔截繩索 不過台灣對卡爾文森號 並不陌生 因為今年1月大選期間 他曾出沒台灣東部外海 這是卡爾文森號6年內第二次赴緩泰軍演 美軍喊出跟上一次比規模更大 期待和盟友創造默契 也強化美方印太 討戀皇位 TVBS新聞 宏富華 劉婷婷 李宗哲 夏威夷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